那師傅負責任,負責任就是結婚 剛才你說到可能進行的過程中非常之好 但可能結果就未必是很多,或者很適宜 但是都肯會有些,你知道我們現在年輕一代 就經常都要計算好將來,所有事情都要計算好 他們都要計算好,什麼時候生孩子都要計算好 往往有些人會計算明年要結婚 師傅,請客,你給我意見,有沒有哪些生肖 是可能明年適宜和不適宜結婚的呢? 先說適合結婚的生肖,我們先數三個手書 女士啊,因為我們今集說的是嫁過好男人 我們幫香港女士著想的 是 女性就要添一分優心的 來吧,先來吧 好,好 首先來說,以最籠統的說法 大字小公說 籠統的說法來說,明年叫做庚子蓮 很簡單,哪些是有合的? 首選吧,很簡單 比如說,屬牛的,紫秋合 身子神三合,屬猴,屬龍的 屬猴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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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屬猴 這三個生肖,一般來說,明年 那個人屎人緣,甚至乎要拔個男生 成家都容易些 這些一切要講人緣,講感情的 這個叫籠統說法波 我們可不可以再縮窄一點,仔細一點 透過太穴神道的普通,幫我們再縮窄一點 其實有沒有分一二三名呢 最好價的那個,和比較好價的那個 來吧 簡單 出現屬猴的 屬猴是最好價的 OK 其實屬雞都OK的 但是屬猴優先 屬猴優先 另外屬猴優先 有沒有看到,太穴神道 太穴神道說明很清楚 有沒有看到俠神 俠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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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不好 說愛情之神就是他 錯 太穴神道的聲音來說 愛情之神就是他 所以屬猴不錯 屬猴猴也可以 可以嗎 屬猴的呢 屬猴虎一點 有愛沒有實質 開花結歌難一點 所以如果想籠統的榴槤說法 哎呀 新子神 猴猴 屬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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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屬猴的女士 這三個應該是首選的 不過 不過經過太穴神的 再仔細的判斷 再分析 屬猴 屬猴的 屬猴的相對更好 屬猴的 哎呀 屬猴的 哎呀 這個呢 所以先提供給大家參賽 OK